各位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再度收看操盤高手 我是高憲榮 您現在收看的節目 是我們在盤中11點半 為大家LIVE來做播出 提供大家最及時的解盤服務 當然如果投資朋友 您對手中的股票有任何的疑問 不知道這當中該怎麼去操作 不知道它的股價是強是弱 我們都歡迎大家 利用我們的一個扣印專線 0800868365 0800868365 我會在這邊提供大家 盡我所能就我所學 最專業的建議給您 好 那我們來看到台北股市的部分 當然經過昨天重挫了155點 那其實昨天跌的不只台股 全球股市幾乎都是一片的慘率 包括像昨天的美股稻蟲指數 盤中還一度大跌了500多點 收盤指數稍微拉起來 但是還是中挫了249點下去 那今天台北股市 當然指數的部分稍微穩住正角 目前是上漲29點 來到7728的一個位置 這個時候 那我們先來談一談 很多人在關心 國際股市這樣子跌 到底在接下來 國際股市該怎麼去觀察呢 那我會先提醒大家 當然現在國際股市在大跌 大家都會解讀一堆的利空出來 報紙的新聞打開來都會告訴你 哎呀 全球的經濟不好 台灣的經濟接單水也在衰退 那這些其實都是一個在股市 低檔必然會出現的一個現象 永遠要記得一件事情 股市在高檔的時候 你打開報紙你會看到這些利空嗎 絕對不會 當股市打漲漲到高檔的時候 你打開報紙都是一堆的利多 在誘惑你趕快來買 趕快來買 你買下去就套在裡面了 對不對 那反而在第一檔的時候 打開報紙就是會有這一堆的利空 那重點我們在這利空當中 要去看到什麼樣的亮點呢 好 就來談談美國股市 昨天稻窮指數是大跌249點來作收的 雖然說盤中跌了500點 有稍微拉起來 但是我們在昨天的美股當中 發現了兩個亮點 哪兩個亮點呢 第一個來看一下 昨天稻窮指數大跌249點的時候 這是什麼 這是費城半導體指數的部分 你有沒有注意到 它昨天收盤是上漲了3.76點 收盤指數在578.94 漲幅是0.65 它已經先翻紅上來了 那不只費城半導體指數在翻紅 再來看到去年股價表現很弱的一檔股票 很多人很關心的蘋果 在昨天大盤稻窮指數跌了249點的時候 你有沒有注意到 蘋果的股價早盤也是開低下跌 到了收盤的時候 他們是下午4點鐘來收盤 也是翻紅上來 漲了0.17%的一個幅度 好 那這個部分 我認為它對未來的美國股市是一個重要的一個訊號 也就是美國股市經過這一波拉回來 從18000跌到15000多點 接下來如果能夠上漲的話 半導體跟蘋果這兩檔股票會是一個關鍵 那這個部分當然回來對應到台北股市的部分 也要去觀察 第一個那半導體對應到台股 當然關心的重點 來看看台積電 那台積電可以說是這一波大盤 非常強勢的一個重點之一 看到指數 這個禮拜最低跌到7627低點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它跌破了左邊這個8059的低點 但是台積電的股價 它在大盤 從8871開始拉回的時候 還有繼續再往上過高 最近拉回才補跌下來 但是跌它有沒有破左邊的這個低點 也沒有破 好 那再來看到台積電 從這是日線圖來看 沒有破左邊8059的低點 再從這是60分線圖來看 也會發現到 當指數這個禮拜最低 禮拜一跌到7627的低點 破了這邊7770 1月7號的低點的時候 那1月7號的時候台積電低點在130塊半 這個禮拜台積電最低在多少 133.5 它也沒有再去破左邊的這個低點 這在技術面上來看 都有它重要的意義存在 那看到蘋果的一個部分 大家對應回來回到台股 很多的蘋概股 那裡面最具有指標性的 當然還是在大力光 那大力光去年我們在2829就一直提醒大家 它已經在技術面有大戶出貨 轉落訊號出來 要小心了 那結果大力光就開始一路的跌 甚至大盤這個當中漲上去 它漲不動就算了 一個拉回馬上就跌破7203的低點 可以說是從去年第四季以來最弱勢的一個股票 指標股之一對不對 那但是跌到這個地方也去注意到 當它在上個禮拜應該講前兩個禮拜 公佈出來12月份營收 衰退這個訊息出現 股價先做一個跳功重挫 然後低檔爆一個大量之後 殺到1790塊的低點 但是當這個禮拜指數再繼續破低 好我們從60分線圖來看會更清楚 有沒有發現 大力光股價有沒有再去破左邊7770的低點 7770的時候它在1790 現在也沒有再破低 好那這當中代表什麼樣的意義 當指數在破低的時候 它低位不會破前低 代表什麼樣的意義 我認為投資朋友都要去仔細觀察 也在這個部分 當然我不是叫你說去買台積電 去買大力光 我不是這個意思 但是這兩檔股票 一個是台北股市當中 市值最大的一個股票 一個是這個當中股價最高的股王 他們具有一個指標性意義 可是在去年第四季 股價可以說是完全不一樣 一個是最弱的股票 一個是相當強 那現在我們可以發現到一件事情 最弱勢的股票 如果都跌不下去了 而強勢股仍然是這當中 比大盤來的強勢 穩住正腳了 那這代表什麼 代表其實我認為這個行情 跌到這個地方 當大家都看到一堆的一個消息 面利空 報紙打開來 哎呀全球股市股災啊 黑色星期三啊 認為會影響到全球的經濟 永遠要記得股市的高檔 你打開來的都是看到的 打開報紙看到的都是利多 會告訴你 哎萬點的時候 有沒有財政部長 這個還告訴你台北股市還很健康 還會再漲 本利比還很低對不對 外資上修目標價 有人喊到一萬五千多點 很多投股老師也在告訴你 還會繼續漲 漲到一萬一二六八二上去 那結果呢 就在大家在高檔看到一堆利多的時候 行情開始跌了 那現在跌到這個地方 當然就技術面上來看 我會提醒大家 在這裡 上一次大盤就跌到十年線以下 做了一個V型反轉 一個月就急速漲了一千點上去 這一次來看 我再三提醒大家 它不會呈現相同的形態 繼續出現一個V型反轉 那它比較有可能會在這地方來回震盪 做一個徹底的動作 主體的動作 隨著來回震盪 當然它就會是動不動就一個急殺下來 殺下來洗你的看法 洗你的想法 更要洗你的籌碼 這一點我會再三叮嚀大家 那我認為行情如果做股票 你要成為贏家 五個字你一定要記得反市場操作 好 那當然重點我不是說 那我們重點就等著指數漲上去就好 不是 在這個階段要做什麼 你更要去積極的 去做好太弱折強的工作 去找到甚至不用靠大盤 自己就敢漲的股票 這樣子才能夠去保護好你 好強勢股大盤在跌的時候 跌的比別人少 甚至不會跌 甚至抗跌對不對 甚至還有機會繼續漲 那行情好的時候 這樣甚至可以賺的比別人更多 所以在這裡我都會叮嚀大家 重點還是要去觀察 裡面的結構變化 那有一些股票不對了 我都叮嚀大家該跑還是要跑對不對 那換到強勢股上面 你更能夠去 能夠快速的幫你反敗為勝回來 股票不是說你趕快當股票跌了 套住了你就要一直抱著等到他哪一天解套 你才能夠把錢賺回來嘛對不對 股票這當中你買下去不對了 你先資金深收回來 換到強勢股漲上去 你是不是更能夠去快速的反敗為勝 這裡面我們再舉個例子 像這幾天盤面的結構 還記得上個禮拜提醒大家 生計股裡面 像這當中大家看好蔡英文概念股 裡面像中育 我都提醒大家 選後一兩天股價有高點 小心利多出境要跑對不對 那昨天大盤為什麼下殺 中育是不是帶頭下殺 中錯了5%以上 那今天大盤指數目前反彈了 可是我們再來看到中育的部分 股價呢 今天指數是漲25點了 可是中育的股價今天還是怎樣 這樣看更清楚 開高又翻黑下來 目前又是翻黑跌3塊錢 對不對 繼續的在跌 可是難道今天 那這個中育在跌 為什麼指數還會漲 到底漲了哪些股票 我們再來看到 這一波一直叮嚀大家 如果你要選股 這當中能夠去打敗大盤的 車用電子 包括新能源車 包括汽車安全配備 包括智慧車聯網 這都是我說 產業面最有機會的族群 而裡面股價很多 我都看到轉償訊號出現 那昨天跟他提到像3380的明太 當大盤指數下殺跌了100多點的時候 他股價是低位破低 已經領先油黑翻紅了 對不對 那今天再來看到 大盤指數今天 其實也沒什麼漲 昨天跌了155點 今天反彈個30幾點 大家覺得哎呀指數還是很弱 可是你有沒有知道 明太昨天沒跌到 今天股價已經開始先拉升上來 已經開始往上來做一個上工了 那甚至還很多 包括了像建林 這我們也講過很多次 股價今天又大漲了5塊錢 甚至像同志 目前股價大漲23塊 已經來到多少 已經來到最高359 360塊的新高 包括至今 今天也又大漲了6塊錢 所以這個部分 為什麼要再三跟大家叮嚀 做股票 最重要的關鍵在哪裡 不是說 你每天在那裡看盤的時候 看到行情 哎呀指數大漲 哇 覺得行情不錯 就來買買股票 股市大跌 指數大跌 就覺得好害怕 想要把股票給砍掉 這樣我還是提醒大家 你如果每次都是這樣 在憑感覺做股票 到最後一定是追高殺低 一定賠很慘嘛 對不對 那你要成為市場當中的贏家 最重要的關鍵在哪裡 像你要去看通裡面的結構 甚至我們說 那技術分析當中 很多人在學技術分析 希望能夠靠這個來賺錢 可是學了這麼多 你有真的能夠去賺到錢嗎 很多人學了K線 學了形態 很多人在將你波浪 到最後呢 能夠去幫助到你嗎 沒有嘛 對不對 真正股市當中 最重要的 我會去提醒大家 你要看懂的是結構 所謂的結構 我甚至可以講 操盤不知結構是何物 學變技術分析也枉然 你要看懂結構 你才能夠去做好 太弱則強的動作 那現在台這個 線上有一個台中的 黃先生打電話進來 黃先生 嘿你好 你好 嘿你好 請問 要多問洪達電 洪達電是不是 好OK 來我們來看一下洪達電 那洪達電的話 我們會先去 這當中要解的話 我會先提醒大家 這幾天看報紙消息 利多蠻多的 什麼樣的利多呢 好來看到 這是這幾天 這個禮拜的新聞 都把它列出來了 裡面提到說這幾天 這個洪達電的一個部分 準備怎樣 準備接到了 所謂的一個 第一個 越居到台灣Android的一哥 那甚至呢 這當中 準備接到了 這個Google的一個 最新的一個 Nexus的一個訂單 在這地方 從華為當中 手中搶下了 所謂Google的一個 新的一個手機 準備要來跟 洪達電來做合作 那這個時候呢 當然重點我都提醒大家 有利多出來 我們不是要馬上跳進去買 要去觀察的是 股價的一個反應 那最近的洪達電 我也有在觀察 發現到一件事情 你說它股價走勢 這當中 弱嗎 大盤不好的時候 它其實也還蠻強的 因為指數來看的話 最近是怎樣 最近大盤是 又往下再做一個破底 然後上面有月線 有季線 有半年線 這是大盤指數 可是再來看到 洪達電的股價 它拉回來 這當中 雖然跌到月線季線以下 可是呢 還守在半年線之上 然後12月份的低點 指數在7980的時候 它在67塊3 這裡也沒有去跌破 那這個部分代表什麼 代表說 其實它的一個 相對位階就波段上來看 還是蠻強 可是我說 這裡要不要去追 我認為也有它的風險在 風險在哪裡 在於月線跟季線 現在是向下交叉 那這種狀況出來 股價談到月線季線附近 都會比較有大的壓力 那尤其這幾天 剛才看到說 接到了Google Nexus的訂單 然後呢 這當中 又有看到這當中 這個市占率又大幅度挺升上來 等等的利多的時候 股價你有沒有發現 都是接連開高走低 或是流向影線出現 那這樣的狀況就要小心 又有短線的一個大戶 在做短線調節 所以我認為洪達電 可能在這段期間 它比較有可能做一個 在季線跟半年線之間 區間震盪 那如果說 要操作洪達電的話 我比較會建立說 採取一個區間操作的方式 所謂區間操作 當然記得幾個原則 反市場操作 買黑賣紅 有利多先做調節 壓下來有利空 大盤再跌 又跌不下去的時候 又可以來做一個低接 這一點是給這個 剛才的黃先生的一個建議 或是關心洪達電的投資朋友 那回到剛才提到 其實做股票 我一直提醒大家 最重要就是要去看懂結構 甚至操盤不知結構適合物 學變技術分析也枉然 所謂的結構是什麼 所謂的結構 也就是你要去第一個 正確的分辨強勢股跟弱勢股 第二個 你更要去領先掌握 轉強跟轉弱的訊號 這樣子看得懂 你才能夠成為市場當中 最大的一個贏家 因為你不用靠大盤了 因為你能夠自己看得懂結構 弱勢股知道該跑了 強勢股低檔轉強出來 你該買了 那這樣的結果 你會看到甚至不靠大盤 就像去年初 去年這個時候 洪達電 剛才黃先生也在問洪達電 去年漲到一百六十幾塊 我都建議我的會員朋友 在利多頻傳的時候 見好就收 為什麼 指標已經告訴我 有轉弱訊號出來 好 那再來看到 去年這個時候 我們推薦大家的是什麼 有大戶在進貨 轉強訊號出來的同志 結果這一整年下來 你有沒有發現 那大盤指數 當然去年 從年初是在九千多點 跌到現在是七千多 可是這個 洪達電的股價 先從一百六 摔到四十塊 最近是在七八十塊 在這裡區間震盪 可是同志的股價呢 已經從一百十幾 大漲到一百四十幾 當然今天又再繼續創新高 目前這個同志 可以看到 盤中還創下 三百六十四塊的新高 你有沒有發現 這一來一回 這才是真正會不會賺錢 贏家跟輸家的差別嘛 對不對 那再來看到 包括像去年九月 我提醒大家 iPhone 6s發表 大力光不對了 要小心 對不對 那時候還在兩千八百多塊 那我建議會員朋友 買進的是誰 五二四五的至今 對不對 那五至今那時候 大幅在進貨 轉強訊號出現 結果現在大力光 股價從兩千九 跌到一千七 跌到一千八過 對不對 那至今呢 股價從五十五塊 大漲兩倍 今天也都還在漲 對不對 甚至今天盤中高點 來到一百二十一塊半 都還在繼續的漲 這就是我所說的 那為什麼 我說 你在這裡做股票 如果做了很多年 還賺不到錢 甚至還賠錢 我誠心邀請你 加入基品操盤團隊的行列 因為當你在做股票 如果用 一直用錯誤的方法 一直錯下去 那可能到最後 再多的一個本錢 都不夠你賠 股票最貴的是什麼 是你用錯誤的方法 一直賠還不知道 最後可能把你本金給漲光 那真正要去做的是什麼 你要去找一個專業的人才 專業的團隊 來幫助你 而基品操盤團隊 就是你最好的選擇 因為我們的使命是什麼 我們不是要像其他投顧老師 每天都要講 今天有什麼漲停 我們是要幫助 每一個會員朋友 時時刻刻檢視盤面結構 做好太弱則強的工作 用最強的好股票 來戰勝大盤 來成為贏家 甚至說 你想要知道 到底怎麼去看懂結構 為什麼憲榮老師 能夠在低檔 抓到轉強訊號 能夠在高檔 知道誰在轉弱 這個部分 如果說投資方想了解 在我們基品操盤團隊的 會員官網上面 都有一個會員專區 會員可以享有 別人沒有的五大服務 包括雲端書櫃 雲端教室 會員影音 每個禮拜 兩次的實戰教學 教什麼 教大家 就是要去正確的分辨 強勢股跟弱勢股 怎麼樣去領先掌握 轉強跟轉弱訊號 這個部分 也就是我們持續在這個當中 能夠去幫助你的地方 那提醒大家 佛祖說前生五百次的寧謀 患得今生一次的擦肩而過 股市結構學只傳有緣人 想要跟我們結緣的投資朋友 歡迎大家 好 待會休息之間 跟我們來做聯絡 休息一下第二階段 還有更重要的亮點 馬上再回來 請用五分珠 吹起聽 請用起聽五分珠 五分珠 不好 成功投顧 皆平操盤團隊 由高老師親自帶您 專業 用心 重存信 提供給您最用心的解盤分析 最前瞻的產業觀點 恰群出現 022-2752-5868 2752-5868 成功投顧高老師 極品操盤團隊 入會專線 022-2752-5868 022-2752-5868 現時來電入會 讓您輕鬆享有 最專業的操盤服務 成功投顧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和公司派大股東著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戶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貸盡一定貸出 精選持股 持股集中 保證 貸盡一定貸出 成功投顧 擁有股票 期貨 雙制兆 帶您領先洞行市場 穩健獲利 股務往福利 成功投顧 值得托付 10827525868 平常工作時 總是充斥著各種生命 所以休假時 我喜歡拒絕一切嘈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這片刻的寧靜 享受這片刻的寧靜 Choose Your Online 大家好 歡迎回到第二階段的節目現場 大盤指數的部分 當然最近看起來都在這地方低檔來做震盪 那我一直叮嚀大家 要懂得做股票成為高手的話 要懂得反市場操作 人氣我取 人取我氣 這八個字 大家一定要記得 當然 記得是一回事 很多投資朋友也都說 哎呀 這個道理都懂啊 只是做不到啊 怎麼辦呢 所以我說 你為什麼真的需要加入 憲榮老師帶領的極品操盤團隊 為什麼你需要一個專業的操盤團隊 來真正幫助你 帶著你來做操作 你會看到 當股市在高檔 你都忍不住想要去買的時候 來 回想一下 去年股市上萬點的時候 我怎樣帶我會員朋友的 是不是告訴所有會員朋友 在這裡風險意識一定要有 我不會像其他投股老師一樣 當個死多頭 股市在這已經到了高檔 還叫你拼命買 我說在這裡風險意識 一定要有多空雙向操作 來降低風險 當時已經提醒大家 大盤會回到哪裡 小心回測十年線 包括指數 從這個當中萬點 跌到8500的時候 還是叮嚀大家 在這裡行情還沒有真的落敵 繼續保留現金 等到十年線再來拼大的 好 那你去想一想 做股票 如果你能夠像我們這樣子 看懂行情 到底這當中真正波段 現在處於哪一個位置 你是不是做股票 就能夠非常清楚 等到現在大盤跌到十年線的時候 市場一堆的一個利空 一下子說蘋果在砍單 一下子沙烏地阿拉伯伊朗在斷交 一下子北韓在試色清淡 然後人民幣在重挫 入股在熔斷 油價在急跌 美股在重挫 好多的利空的時候 各位投資朋友 那你在這裡要怎麼去做 我們反而告訴大家 在這裡就是一個 人氣我取的機會了 那如果說 你認同我們的操作理念 我們都誠心邀請你 在這個關鍵的時刻 好好跟上我們的腳步 當然最重要的 我們不是說要靠指數 接下來會大漲到哪裡去 最重要的還是叮嚀大家 要去做好持股的一個調整 掌握結構太弱則強 強勢股我們就繼續鎖定在 最有爆發力的產業 今年包括像雲端物聯網 智慧車聯網 包括在這個新能源車 以及汽車安全配備的部分 裡面找出來 有競爭力的好公司 其實很多股票 你會看到 甚至根本不用靠大盤 就已經將一分甚至是一個 波段倍數的漲幅上來 這裡面我們看到 這當中 當大家都說景氣不好的時候 很多公司營收 都在持續的創新高 那股價呢 看到這當時 一百六十幾塊 推薦我們會員朋友的華瀚 甚至現在已經漲到三百多 對不對 包括去年 這個跟大家介紹的同志 也才一百一十幾塊 現在已經漲到三百六了 今天還在創新高 至今短短三個月前 跟大家介紹的時候 推薦的時候 也才五十四五十五塊 現在也漲到一百二十幾塊了 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現到 這是什麼 這不是說 哎呀大盤漲了 才能夠去賺到錢啊 重點是 你能不能夠去找到 真正我所說的 業績在持續向上成長 然後呢 這當中有爆發力的產業 有競爭力的公司 業績能夠真正向上成長 然後比別人更早一步 領先市場買在低檔 這樣子才能夠去掌握到一個 真正在股市當中賺錢的一個機會 那在接下來 當然我們持續鎖定在 我們所說的 整個2016年 看起來 大家還是在擔心 這個 這個全球的經濟會不會好的時候 我還是叮嚀你 你去想一想 美國的升息 人民幣的貶值 會影響到 哎現在汽車廠商 推出越來越多的汽車安全配備嗎 會影響到現在消費者買車 要求越來越能夠這個節能嗎 會影響到智慧車聯網的商機大幅度成長嗎 不會嘛 對不對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很多股票 可以不用靠大盤 同志能夠這樣翻個一倍上來 至今能夠這樣翻個一倍上來 上個月介紹大家的長遠科 也從30幾大漲到50幾塊了 對不對 然後呢 建林也從這大140 140 上個禮拜都還有 這個1月7號都還有140幾塊 價位可以來做切入 現在也漲到170幾塊 今天都還在繼續漲 對不對 今天建林也又漲上來了 所以你會看到重點不是在大盤 而是在你能不能夠像我們這樣子來做 找到打敗大盤的好股票 接下來物聯網的新黑馬 我們已經在緊密的觀察 隨時要來做切入 如果說投資炮想把握的話 記得股市如戰場 我們就是你的良辰名將 要幫助你在股海之中打贏勝仗成為贏家 想要把握的投資朋友 跟著我們的腳步 一起來鎖定最有爆發力產業 找出具有競爭力的好公司 找出來像同志至今 找出來像建林這樣的好公司 一起來低檔來做佈局 我們知道你真的需要我們幫忙 所以我們誠心邀請你加入 憲榮老師親自帶領的幾品操盤團隊 好好把握機會 我們明天見 本投資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成通投庫 憲平操盤團隊 由高老師親自帶領 專業 用心 重存信 提供給您最用心的解盤分析 最前瞻的產業觀點 恰群出現0227525868 27525868 成通投庫高老師 集品操盤團隊 入會專線0227525868 0227525868 現時來電入會 讓您輕鬆享有最專業的 操盤服務 成通投庫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大股東 著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戶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貸進一定貸出 金銜持股 持股集中 保證 貸進一定貸出 成通投庫擁有股票 期貨 雙智照 帶您領先動輸市場 穩健獲利 股往福利 成通投庫 值得托付 027525868 有聲人比你更重要 有世界 哪一千萬 見透多萬 持股 看水看成癡 註明的眉眼的來 五聲來向 風吹風吹 叫 空秋望 落後聲 挖這麼做好聽的歌 工育好陌喔 我聽它的工育 Wortura到默了 趕快拿來試試 感谢观看